今天我们来介绍网红番茄焖锅饭的做法 色香味俱全的番茄砂锅焖饭 食材简单又方便制作 吃上一口 鲜咸里又带着点点酸味 真让人食欲大开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把火腿长切丁 胡萝卜 香菇切粒 香肠切片 玉米粒和青豆都分别焯水 大米洗干净 放着砂锅中 滴两滴香油 一勺盐 盖上盖子煮大概10分钟 番茄十字切刀 把配料都按次序都放入砂锅中 继续焖煮 快出锅时 倒入一勺蚝油 一勺酱油 再焖5分钟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鲜香带点点酸 非常开胃 技巧 因为蔬菜会出汁 煮米饭的水量 可以比平时少一点点哦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